在我的个人YouTube频道第38期视频中 讲解了一款可以翻墙的浏览器 这款浏览器是绿色版的无需安装自带翻墙功能 也不需要安装什么插件 好,今天我再带来一种能够科学上网的翻墙方式 在讲解之前提醒几个地方需要注意 第一,关掉像360等杀毒软件 第二,关掉防火墙 以免我们在具体操作中被拦截操作不成功 下面咱们开始 咱们可以看到了 现在开启了一款VPN 这款VPN是付费的VPN 我现在把它关掉 咱们打开 这个地址 好 打 打开这个地址以后 咱们找到最上面的一个最新满美 只需要按照我的操作进行就可以 咱们下载第一个和第二个 压缩包 我们下载点击 好,桌面 保存 下载第二个 好,这两个压缩压缩文件下载成功 咱们回到桌面 好,这两个压缩压缩文件下载成功 解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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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压以后,这两个压缩包可以删除 打开这个 这里面就这一个文件,我们要把它复制 复制到打开的另一个文件夹里面粘贴 好 现在这个文件就可以删掉了 打开 为了方便操作呢 咱们把这个快捷方式发送到桌面 好 好咱们看一下 现在没有没有方向 咱们双击打开 打开以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科学上网的一个编辑服务器 接下来再怎么操作呢 打开这边一个 我们要为这个服务器寻找一些免费的节点 节点的下载地址和打开安装包的那个地址呢 我会放在视频描述里面 好咱们打开节点 咱们打开节点的复制链接 这个节点以前不需要翻墙就能够打开 现在呢可能有种种原因不翻墙是打不开了 好既然朋友们能够看到这期视频说明也已经成功的实现了翻墙功能 好 为了下载这个节点我打开 打开以后 咱们刷新一下 好 打开以后 这个节点就都出来了 这些呢 都是免费的 如何 如何添加到这个编辑服务器里面 好 每一个节点后面都有一个二维码看到了是吧 好 咱们 打开 点击二维码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个图标这个地方 右键 点击服务器 服务器后面有一个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咱们点击 好 它自动扫描 自动扫描了以后 这个节点就添加到这里了 好 咱们再添加几个 好 这个是日平的 可以添加 第二个是美国的 咱们添加 好 同样的方式 右键 点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好 这个是新加坡 点击一下 一定是服务器后面 好 美国的 咱们再添加 添加几个 为了在使用的时候 这方面呢 建议添加的越多越好 当然 在以后的具体使用呢 可以把 把快的一些节点 把它记住 好 咱们再下一个 这个香港的 这个是香港 香港 好 好 由于时间的原因了 咱们就不再多添加了 咱们 看一下 看一下 服务器里面现在有这么多节点 好 好 咱们 添加完这几个以后呢 咱们现在就回来 为了测试一下 我们添加的节点能不能使用 好 我关掉 我的VPN 如何打开 这个翻墙功能呢 还是 在打开的这个地方 右键 有一个 启动 系统代理 启动 系统代理以后呢 还要选择一项 第二项系统代理模式 我们选择全局模式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选择全局模式 好 再一下 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 看 这个地方就不是灰色了 显示 绿色 显示这个颜色了 这样呢 咱们的代理呢 就成功的添加 并且连接上 好 咱们测试一下 看看 能不能实现 翻墙功能 好 咱们打开 谷歌浏览器 看一下 好 谷歌能够成功的打开 咱们再打开一个 对 咱们打开YouTube看一下 好 也能够成功打开 咱们再 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是没有开启 VPN功能的 好 咱们随便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个视频 看一下 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眉频道 我是韩眉 好 我快进了一下 速度还是挺快的 如果是我买 行 暂停 一般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访问外网测试翻墙功能的时候 如果YouTube频道能够打开并顺利观看 就说明我们已经完全的实现了翻墙功能 好 好 关于这个操作呢 就讲解到这里 咱们可以到刚才打开的这个网站里去看一下具体的操作 嗯 这边呢 有几个问题 我想再继续重新一下 第一就是在下载压缩包之前的关掉防火墙 关掉杀毒软件 第二 在没这个翻墙功能实现以后啊 尽量的不要使用360的浏览器 因为360浏览器啊 对很多功能是阻止的 比如说 YouTube这个频道 他一般是打不开的 即使是付费的VPN也打不开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在 咱们当初解压以后 点击这个图标 点击打开 这个编辑服务器的时候呢 如果打不开 就说明电脑的配置呢 相对的低一些 这样怎么解决呢 就点击 这边有一个链接 我把这个链接呢 也放在视频描述里面 这个链接 准备打开看一下 故障出现或者打不开 一般来说就是 Dirnet Filmwork那个功能呢 没有实现升级 好 在这个地方 就是往下翻 打开这个页面以后 如果是英文的啊 没翻译的话 也是找到大体这个位置 这 Dirnet Filmwork 这个点击一下 它就自动的更新到最新满美 再不做到了以后呢 基本上就能够实现完完整整的 展明能够畅游网络了 并且这种方法呢 我感觉呢 能够让我们长期的使用 在平时使用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 在平时呢 要留意一下比较速度 比较快的一些节点 一般来说 像台湾的 日本的 香港的 美国的这些节点呢 速度呢 是相对的快一些的 大家在选择节点的时候呢 可以留意一下这些节点 刚才呢 我是用的谷歌浏览器测试了 展明看一下其他的浏览器 可不可以 展明打开 这是世界之窗浏览器 好 展明在世界之窗浏览器 也能够顺利的打开 刚才展明讲解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呢 在手机端 同样也能够实现翻墙的功能 在 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会具体演示一下 在手机端如何成功的实现翻墙功能 好 今天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